大家好,我是新城俊峰的Casper 今次又和大家討論今次的投資學堂 今次的題目是關於基金 究竟在買基金 或是看基金的章程 有甚麼需要注意呢 首先我們討論買基金 究竟基金是甚麼呢 或者基金裡面 譬如托管人或管理人 這些詳情應該怎樣去看 首先剛剛提到 基金一般有一個所謂管理人 通常是那間基金公司 然後有些叫托管人 意思是委託了一間銀行 或者我們經常叫Castodian的機構 去托管幫它管住 保持著那間基金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細節 譬如基金本身的投資方向是怎樣 又或者它會不會專注在某些板塊 某些地區 又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產品 大家需要去留意 然後譬如有些收費 譬如一般基金會收的 以前經常聽到的 譬如2%的管理費 再加上20%的表現費等等 這些其實大家都要注意 我買之前究竟我的風險是甚麼 有些甚麼我需要注意 以及基金本身的收費究竟是怎樣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有六個章程 在證監會上面 看到會有一個基金產品的概要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我買的基金之前 究竟證監會對於基金的規則 規條究竟是甚麼 有些甚麼它是必須要透露給你聽的 所以大家買基金之前 就一定要注意 我們先看這些資料 然後清楚了解整個產品 究竟是甚麼 然後才去買這隻基金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次就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基金的一些資料